宋慧桥同款胖花,催致有三十万婚礼胖花贵的不要不要,而且还有毒。网民,将贵相亲捏。 结婚与生人一次,所有该准备的都要是最好,无论是婚纱,结婚唱笛,婚纱照等都要最好的。 那你有想过你梦想中的新娘胖花,该是什么模样? 韩星崔智友在三月底完婚,闪嫁科技新贵,婚礼超低调完全没曝光,外界交点在崔智友的婚纱照,还有他手上的那束胖花,外赚要价约一千万韩元,约台币三十万元,连宋慧桥与宋仲基结婚,也是拿同品种胖花。 这束要价30万台币的碰花,到底厉害在哪?让崔智友,宋慧桥在人生最重要的结婚典礼上,都要拿着嫁人。 原来这束捧花就是琳兰花,花与室幸福一定到来,幸福的回归,由于南韩美产琳兰花,得全部养赖进口,一般的琳兰花数要价100万韩元起,约台币三万元,饭店或高级花店准备的琳兰花数,则要1000万韩元起,约台币三十万元。 琳兰花在欧洲很常见,法国人还有互赠琳兰花的习俗,代表把幸福送给彼此,收到的人,会把琳兰花放在房间,保存一年,希望这一年都能很幸福。 琳兰花有幸福的含义,但花本身却含有剧毒,如果持下去,可能会腹泻,心律不整,心脏衰竭的可能性。 不过白色琳兰花实在太美,背后含义又太迷人,难怪崔智友,宋慧桥都会选迹当新娘胖花,代表幸福一定到来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